据悉,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项新计划以扩大东托绝散的5G网络 根据中国官方《新疆日报》的报道 东托绝散的信息和通信管理局宣布将扩大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5G网络建设 并在2021年底之前在所有城市提供5G网络覆盖 报道称,2019年乌鲁木齐成为全国首批5G商用城市 当年,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累计投资1.26亿元 建成518个5G演示和商用试电站 报道指出,三家基础电信企业批复东托绝散本年度5G基站建设4010个 目前已全面开工,正全力推动5G网络建设 明年东托绝散将继续加大5G网络建设 年底实现所有地级市覆盖5G网络 观察家指出,这将进一步加强基于该地区高科技监视系统的警察国家 以消灭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团体为目标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石油公司在塔利姆盆底的油井探测到一条富含石油天然气的断裂带 石油资源可达2.28亿吨 中共新华网报道称其为重大发现 根据新疆日报报道,塔利姆盆底油田满身易井,用10毫米油嘴测试球产后 日产原有624立方米,日产天然气37.1万立方米 这意味着,塔利姆盆底尤其探探取得重大突破 据了解,新发现的石油储量给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西汽东输的项目提供更大能源 观察者认为,中共政府经夺东突掘散的资源的同时 继续针对维吾尔的镇压、奴役和强制劳动 由于中共在大瘟疫流行期间中断供应链 日本政府已从经济刺激计划中博出22亿美元 专门帮助本国制造商将生产线转出中国大陆 据美国媒体彭博社报道,根据网上公布的该计划的细节 这比为试图抵消中共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而编制的额外预算包括 向将生产线迁回日本的公司提供2200亿日元 向寻求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公司提供235亿日元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日本2月份从中国的进口下降了近一半 原因是武汉肺炎导致工厂关闭 进而导致日本制造商缺乏必要的零部件 由于武汉病毒的爆发 中国主席习近平于4月初对日本的正式访问被取消 同时,日本也严厉批评中国不能很好地处理武汉病毒的爆发 美国武汉病毒疫情病例总数超过50万 过去24小时内新增1708死亡 使死亡总数为2455人 武汉冠状病毒传播的国家和地区中美国排在第一例 病例和死亡人数正在局入增加 根据世界级网站上收集的有关国家和地区新病例的数据 全世界因武汉肺炎死亡的人数达到108333 病例总数达1762199例 意大利紧随美国后有19468人死亡 西班牙死亡人数达16480人 排名第三 当地时间4月10日22点35分 印度尼西亚克拉科陀之子火山再次砰发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火山之一 本次砰发出的火山灰升入空中最高达657米 并且和空气摩擦还引发了电闪雷鸣 同时沿江横流 场面震撼 事发后 印尼政府已经将火山周边两公里范围内设为禁区 2018年12月23日 克拉科陀火山曾发生崩发 导致海底滑坡并引发局部海啸 造成至少430人死亡 128人失踪